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杨子? 他身上究竟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魅力呢? 要说娱乐圈最火的明星,非杨子莫属, 他不仅在娱乐圈很火,而且还非常受大家喜欢,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让大家都喜欢他的呢? 我们知道,现在社会虽然比以前富裕了, 可是人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, 在各种压力之下,人就会非常向往和开朗活泼的人在一起, 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。 而杨子是娱乐圈中大家公认的开心果, 很多的明星,无论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, 在谈到最想和谁合作的时候,都说想和杨子合作。 在紧张的工作氛围中,杨子能给大家带来欢乐, 我们每次看各种电视剧的花絮都可以看出, 在花絮中大家都非常的开心。 其实在看过《家有儿女》之后,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关注过杨子, 直到有一天看他的微博, 很多的黑粉在骂他。 杨子在面对黑粉的辱骂时, 并没有像其他的明星一样恼羞成怒或者是置之不理拉黑, 而是对黑粉的各种刁难, 幽默回复, 不仅让黑粉改变了对他的看法, 也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特别, 很乐观。 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幽默风趣, 心态也是乐观向上, 在今后的发展中, 肯定会非常好。 当时也就是那么一想, 没想到在后来的发展中, 验证了我的想法。 在一档节目当中, 孙宏雷曾经这样评价杨子, 他说杨子是高智商, 高情商的一个女孩子, 她是会把快乐带给大家, 然后把所有不好的东西自己消化掉。 就问这样的女孩子, 有几个人不喜欢呢? 每个人都在紧张焦虑地工作着, 突然有一个开心果能给你每天的工作带来开心快乐, 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玩耍。 如果我们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, 或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人, 那么我们应该看开一些, 不要把这些不好的事或不好的人放在心上, 我们要学学杨子, 做一个简单乐观的人。 不要让不好的事或人去影响我们, 看到迪丽热巴之后, 才知道自我突破有多美。 随着跨年晚会的结束, 不少明星的热度又因为跨年晚会在网络上又膨胀起来。 不少明星的造型在网络上纷纷传开, 有的明星在这场表演晚会上一改之前的风格, 而有的明星却改变了自身一些特点, 在这场晚会上明星们的精彩出演, 令粉丝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 在这次表演中, 杨子的造型可是受网络上许多人们的热议, 在表演中, 杨子身穿粉红色抹胸网纱裙, 他坐在高高的鞦韆上, 鞦韆尺上用花朵点缀着, 他在上空荡着鞦韆给大家演唱歌曲, 就仿佛一个从天而降的仙女一般。 他的这一身造型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喜爱, 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被他的这一身仙女造型给吸引了眼球。 而且他的这一款裙子将他的身材展露无疑, 完美地将他身形的曲线给展露出来。 有不少网友看到杨子在演唱会中的这件穿搭, 在网络上纷纷评论说到杨子这一次穿的也太保守了吧。 但是我这边告诉你们, 你们只不过是从前面的视角看到杨子的这件服装, 你们觉得很保守, 但是当他的背影照一流出, 又吸引了无数小哥哥们的眼神, 从背后他的后背完美地展现出来, 实在是太迷人了。 特别的具有魅力而且在同时还不失温文尔雅的气质。 说到热巴, 他这次在舞台上的表现实在是太震撼人心了, 全场的眼球都聚集在他的身上。 之前在网络上许多网友热议说迪利热巴的穿着风格越来越大胆了。 因为在之前他出席各项发布会活动的时候, 穿得都特别的暴露。 但是在这次晚会中他的穿着回归了之前, 他往常的保守风格。 有不少网友在网络上纷纷评论说道, 原来热巴还是以前的热巴, 大家在看到迪利热巴这一身造型的时候, 他上身穿着黑色露奇皮衣, 下身则穿着黑色短款皮裤, 还有不少粉丝问他冷不冷。 从观众的视线去看我们的胖迪大家是不是以为他只穿着短裤, 以及陆奇装。 这你就大错特错了, 小编来告诉你们真相吧, 其实热巴还穿着秋衣跟秋裤上了台。 大家是不是意想不到呢? 他这一次在舞台上的风格也真是突破够大的, 在舞台上跳蜡舞真的是太有魅力了。 不知道看到这两位明星的风格, 大家更喜欢谁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